没想到是这个机会 夕闻 到你嫂子的面 我再提醒你一次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大哥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尽力 带哥 这什么呀 这不是 恭喜你荣升的副局长吗 一点心意 你先走吧 三年了 每次面对着送来的一笔笔黑钱 莲众内心无比愤怒 但是他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无比贪婪的样子 因为他要完成一个 对